原警的站立來回走動 就連出口處也有人駐守 捷運中山站發生 隨機砍人事件後 隨機加派多名警力前來駐守 一方面是防止震結效應再度發酵 另一方面也是想要讓 搭乘捷運的民眾能更心安 著名插畫家彎彎 也在臉書張貼了最新畫作 招牌人物蠻投人 頭戴安全帽 身穿假皺 隨身包包還裝了哨子 防狼 噴霧跟點擊棒 如此全副武裝只為了要搭捷運 比較注意不會一直在滑手機 就看人家附近有沒有 如果都沒有警察有點可怕 因為隨機商人實在很難防範 人民保姆能做的 就是盡量提高警覺加強巡邏 原本平常只有一名固定員警 在捷運站內巡邏 現在一看到就有7到8名員警 在站內和站外不停的來回巡視 雙北市針對各分局的 25個重點捷運站 包括捷運中山站 中翹復興站 還有東門站及市政府站 這些轉乘點 都是人潮容易聚集的地方 一旦有緊急事故發生 很容易就會釀成傷亡 我覺得那個警戒性會比較強 我們會多注意自己的安全 小心一點這樣 不少人站在月台等車或是低頭滑手機時 都會不時抬頭來四處張望 提高警覺性 眼神也比過去要嚴肅許多 台北捷運一年半內就發生兩起隨機砍人事件 讓通勤租人心惶惶 現在警方加強巡邏 就是希望人民能夠安心達成 記者張曰碩 楊中盛領指揮台北採訪報導